新闻深喉咙 有多深 化多深 小朋友哭着说不想回家 抱着爸爸不想走 全是因为这台车有魔力 绿色造型还有方向盘 上头贴纸可以反复粘贴 小朋友玩得好开心 家长现在去邮局处理事情 不怕小孩没人顾 邮局推出专属一到三岁 小朋友乘坐的安全椅 就要抱着或是背着 那如果有这台车的话 就可以暂时放在旁边 不用去顾它 觉得它的就是防护性很够 因为它四周都围起来 小朋友不会掉下来 安全椅旁边还有贴心设计 妈妈的包可以放里头 不用手拿整台车 参考卡通人物来制作 目前北门邮局先行事半 未来南港 京南 内湖 和民生邮局也会推出 除了邮局有房仲推小朋友游戏区 让爸爸妈妈看房 不必担心小孩没人顾 看房时间长 房仲业干脆打造球池 溜滑梯还放了一台玩具车 不必担心小孩乱跑或是哭闹 很贴心的 放心给小孩姐回去玩 就连在法廊也能看得到 游戏区让洗头的妈妈们 也能安心 各家业者绞尽脑汁 要拼儿童亲子周边服务 提升软性服务 就是因为现在家长 与亲子互动多 用亲子娱乐拉拢更多的消费者 记得正宗张青轩台北报道